好的 金牌 金牌 中国跳水队又输过了一枚金牌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枚金牌竟让现场解说激动不已 这是发生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男子十米跳台决赛现场 来自全球的12名顶尖选手辉聚一堂 集中不乏有我国主攻十米跳台的600分先生秋波 还有美国的卫冕冠军布迪亚等一众高手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另外一名小将陈爱森 这是他的首次奥运之旅 尽管他是初出茅庐 但面对世界级跳水明星时却毫不胆怯 犹如刚出生的小牛独无所畏惧 那么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比赛 率先出场的是美国名将布迪亚 他要完成的是5257B 比立项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半 难度系数3.6 入水稍微过了一些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入水水花并不好 最后也只拿到88.2分 接着是秋波的第一跳 他要完成的是5156B 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5 太空了 尽管秋波这一跳的入水节奏并不是很好 但也无伤大雅 裁判最后给出了94.5分 下面出场的就是小将陈爱森 他要完成的是4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暴系 难度系数3.4 光听解说就知道他这一跳有多完美了 尽管他是三个人中难度最低的 但是整体动作和水花是完成的最好的 不出意外地拿到了首跳的最高分96.9分 首轮比赛结束 中国的两位选手陈爱森和秋波赞排一二名 而魏冕冠军布迪亚的首跳难度虽高 但发挥不好只排在第五 来到第二轮比赛 布迪亚第二跳为了球稳 选择了难度系数只有3.2的向内翻腾三周半暴系 不愧是魏冕冠军 直接上演了水花消失数 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最终也拿到了94.4的高分 接着来到秋波的第二条 他要完成的是比立项后翻腾三周躯体 难度系数3.5 哎呀太可惜了 尽管市井在三冠王秋波的实力很强 但来到了奥运会还是出现了失误 打开得过早出现了炸鱼的情况 最后只获得了47.25分 下面来到陈爱森的第二条 他这一跳要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躯体动作 难度系数为3.5 也差一点 陈爱森的这一跳也同样出现了失误 入水的角度没控制好 只拿到78.75分 两轮比赛结束 但因为中国两位小将的相继失误 秋波一下就掉到了最后 而陈爱森子来到了第二 美国名将布迪亚则登顶榜首 那么接下来中国的两位小将 能否顶住压力实现反超呢 我们拭目以待 注意看 当中国名将出现失误后 场边的外国选手纷纷兴奋了起来 认为他们终于可以拿冠军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真的会如他们所愿吗 这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最好看的 向目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现场 备受大家期待的是锦赛三冠王秋波 在第二条出现了炸鱼 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 而首当奥运舞台的小将陈爱森 同样出现了失误掉到了第二 排在第一的则是美国领军人物 魏敏冠冠军布迪亚 那么接下来两位中国选手 能否稳住心态逆流而上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首先是布迪亚的第三条 他要完成的是307C反身翻腾 三周半报席 难度系数3.4 哦 布迪亚 果然在奥运这样的大舞台上 不管是谁都会难免紧张出现失误 魏敏冠军布迪亚也不例外 最后只拿到了81.6分 下面就是在第二条出现严重失误的中国选手秋波 他这一跳同样是307C 好的 漂亮 接近完美 不愧是三冠王 虽然上一跳出现了失误 但是这一跳马上就调整了过来 直接用完美的一跳中服了全场 裁判更是全部打出了满分 接着便来到了小将陈艾森的第三跳 他要完成的是毕利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两周半 难度系数3.6 有了 看到队友的完美发挥 小将陈艾森也是不甘落后 这一跳不仅拿到了102.6的超高分 还反超了美国名将重新登顶榜首 秋波也从最后一名追到了第六 转眼便来到第四轮比赛 布迪亚第四跳选择的是 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6 布迪亚这一跳也算是正常发挥 拿到了90分 接着是秋波的第四跳 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6 虽然没有上一跳那么惊为天然 但也算是毫无瑕疵的一跳 裁判也是给出了102.6的超高分 下面是小将陈艾森的第四跳 他这一跳的动作和秋波一样 也是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 好的 陈艾森这一跳的水花明显比上一跳大 但也无伤大雅 最终拿到了93.6分 四轮比赛下来 陈艾森稳住了第一 而秋波从第六追到了第三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两位中国选手会包揽金银牌的时候 却不料再次出现了重大失误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的陈艾森成为了双冠王子 他也成为了112年以来 第四位获得南台冠军的中国选手 恭喜 这是中国男子跳水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连现场解说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在2016年里遇奥运会最激烈的十米跳台决赛 中国选手秋波和陈艾森直接向金牌发起冲击 此时首登奥运舞台的小将陈艾森赞排第一 美国领军人物为敏冠军布迪亚排在第二 排在第三的是曾经连续跳出过600分的秋波 比赛来到关键的第五轮 首先是美国选手布迪亚的第五跳 他为了追上陈艾森也是换了压箱底的动作 他把这动作调换了一个顺序 先把5255步放在前面跳 哇 不愧是压箱底的动作 这一跳发挥非常完美 拿到了接近满分的102.6分 接着出场的是排在第三的秋波 他能否反超未免冠军布迪亚呢 带着这样的悬念我们继续往下看 哎呀太可惜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秋波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只是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对于冠军的渴望 没能稳住心态 最后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失误 只拿到了47.5分 同时这一跳的失误也意味着他无缘奖牌争夺战了 此时中国队的全部希望都放在了接下来出场的陈艾森身上 他的第五跳是向前翻腾四周半爆息 难度系数3.7 好的 有了 漂亮 真的是充满自信的一跳 没有问题了 陈艾森果然不负众望 顶住巨大的压力 用堪称完美的一跳征服了全场 凭借9.5的有效分拿到了105.45的超高分 五轮比赛结束 陈艾森以477.3分遥遥领先 毫不夸张地说这枚金牌已经提前收入囊中 来到美国名将布迪亚的最后一跳 向前翻腾四周半 大失误 太好了 看来决胜时刻的布迪亚也没能顶住压力 直接出现了失误 让陈艾森的夺冠前景更加的明朗了 此时来到陈艾森的最后一跳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 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欣赏吧 最后陈艾森又完美的一跳拿下了这枚金牌 此时全场的中国观众都沸腾了起来 当他看到自己被定格在第一的时候 这位首当奥运的中国小伙也是喜极而起 就连看台上的解说员都不由自主地哽咽了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的陈艾森 成为了双冠王 他也成为了112年以来 第四位获得南台冠军的中国选手 恭喜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就给这位中国小将多多点赞吧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